Yummy Yummy Moby 這個香道是 我好像去了一個花船 有些花的味道 花會入大腦 這些香會上腦 主要是否你喜歡 做那麼多位人 男生喝 那其實他燒得好不好吃呢? 他燒得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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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吃 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Obba 立刻整個人都很帥 但瘋了 很新的帥 現在來自台灣的半瓶廚房 有兩種特色 第一,就是有人會半貓伴你 第二,就是吃烤肉 究竟被人半貓伴你吃烤肉的風味是怎樣的 大家一起跟我來嘗嘗 你們叫了些什麼? 公在西班 應該是豬肉 五花 你看到去很多 我覺得真的不會很流 脂肪和肉的分泌 多脆都吃了 還沒變過這麼厚 厚的 厚似五花肉 這個厚似五花 真的厚似五花 厚似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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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找到這裡的老闆 是阿烈 阿烈 經常都教我吃韓燒 究竟是怎樣吃的呢? 這個是我們的公在西班牙下豬五花肉 那你有什麼分別的? 西班牙下豬肉 還有普通澳門豬 當然是西班牙下豬肉 會比較胖 就是油會比較乾 但我們會用烤龍的方法 去蒸入油會出發力 所以我們現在去烤龍 你去烤龍 因為我們烤龍的時候 不需要站在那裡 不要這樣 過門都是客人 那你站在那裡 我站在那裡 你坐吧 OK 好尷尬 你站在那裡我不敢坐 好聽你 好聽你 在這裡旁邊 看著那些紅色的肉 白色的 我覺得滿足感 我覺得 不是燒到熟了 那些剪刀嗎? 我們不是的 其實這樣剪就OK的 因為它比較多油 可以剪出油 主要是燒到它有些金黃色 燒到金黃色 它就沒有咬下去的口感 沒有太多油分 然後我們會再加些芽菜 和泡菜 我看你這個盤是斜斜的 然後豬肉放在上面 菜放在下面 是特意這個做法 因為油會流下去 然後到時候 這裏就像人一起吃 有一點油分 有放鬆的味道 已經燒到很脆口了 很想快點吃 OK的了 原來韓國的吃法 是會把烤肉烤完之後 會加上 骨頭和骨頭和骨頭和骨頭一起吃 這麼多東西加到裡面 對 就比較好 單一一包著吃 感覺好像很均勻 不會說很油 之類的 它的泡菜很好吃 它的粟米 芝士粟米 這個真的沒得輸 一定要吃 再加上韓式的辣醬 吃完 很好吃 果然 老闆招是不一樣的 給我自己的招 我燒到牛豬乾了 它現在還是爽口 而且很汁 那些泡菜有點油 我這樣吃 我感覺自己好像一個Obba 立刻整個人都很帥 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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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澳門吃到紅色的焦肉 令我想到 好像在澳門 遇上一個台灣和韓國的混血兒一樣 好像眼眉不開它 這個混血兒很棒 你都想來半瓶廚房 在東北大馬路站我車 一下車就到 好嘞 好嘞 好嘞